慕玲瑶手持粉色桃花油纸伞 娇娇翘翘地转了个圈 却不料这烟利的姿态引来了彩月阁哨冬假谭巴望 谭巴望眼神满是调笑戏谑 伸手就要去摸慕玲瑶 姑娘喜欢什么颜色的 在下都可以买给姑娘 慕玲瑶也没想到能如此幸运 居然能遇上春秀房的死对头 她双手握住油纸伞 眼中闪过一道冷光 我觉得这桃花甚好 但就是想要把正红色的 谭巴望转头看向卖伞的老翁 没听到姑娘的话码 快把正红色的拿出来 慕玲瑶轻轻一笑 绚烂笑意在面容上绽放 不麻烦老伯了 不如公子亲自帮我 好啊亲自好 谭巴望说着 凑向前已经准备一清方泽 慕玲瑶猛地举起油纸伞 对着谭巴望的头 狠狠地砸了下去 然后趁着她攻腰的空荡 一脚踹在她的刚下 小小的彩月阁 也敢欺负到我春秀房头上 也不颠量颠量自己几斤几两 在春秀房面前 你们踩月阁连调狗都算不上 告诉你 本小姐是春秀房寒家的 慕玲瑶手中的油纸伞当成了棍子 直接把谭巴望抽成了陀螺 今日我就是打死你 你们谭家也不敢叫一声区 你们都是死人吗 谭巴望冲着两个傻掉的小丝吼叫 慕玲瑶连忙后退 对着身后大喊一声 六两 下一秒 不知躲在哪的六两 飞送到了慕玲瑶身边 手中长剑出鞘 猛地削掉了一名小丝伸过来的手指 慕玲瑶眼角一动 眼中闪过一丝笑意 六两助手看在谭家谭六指的面子上 饶你们一条狗命 你们若要报仇 就来帝都找本小姐 他嫌弃的都掉桃花伞 这伞就送给你了 带回去当个纪念吧 说完一把拉起 已经吓懵了的苏青 把腿就跑 六两愣了两秒 也迅速跟上逃离了现场 三人一路跑到了码头 慕玲瑶赶紧将苏青扶上了船 连忙说道 船夫 收码头睡前的人过来了 船夫二话不说 直接解开缆绳 撑起船迅速离开 坐到船舱内 慕玲瑶心情好极了 那个彩月隔哨 东架要真的去寻仇 那就热闹了 此时十几�匹战马 犹如闪电一般 劈开黑夜直奔下眼村 马匹骤然停在村西院落前 是为余恒连忙上前禀报 主子这里就是慕玲瑶的住处 月王大步上前 一脚将门踹开 走进去转了一圈 看着人去楼空的院子 脸色比夜色还要漆黑 这位大嫂我们是牧城的旧石 前来探望牧夫人 不知道他们现在人在何处 杨氏只觉得心惊肉跳 小心地回答 他们离开已经一个多月了 至于去了哪 他们走得突然 谁也不知道 文言月王周深寒气更甚了 与横步游自主地咽了口唾沫 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他完了 另一边的金陵城 慕云瑶买下了一处两进的院子 两进两出 前后院子都很大 院内一道活水穿亭而过 雅境别致 祖青眼神复杂地看向慕云瑶 问出了压在心底的疑惑 姚儿你和年轻说实话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你为何突然性情大变 还学会了自秀 慕云瑶望向天际 拉扯着她的回忆 年轻 我那日被奶奶打晕磕了头 做了一个长长的梦 梦中年轻进入张府 被折磨死了 我也断了腿 我在断腿后被苏家接走 在苏家宝受折磨 慕云瑶挑挑剑剑地说了一些 忐忑不安地看着苏青 心脏紧紧地揪在一起 年轻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 会害怕吗 苏青心中发热 眼眶也止不住一红 姚儿怎么会奇怪 你是受上天庇佑的孩子 这次也是上天眷顾你 提前为你遇事危险呢 那苏家我们夺远点就是 别再和他们扯上任何瓜葛 年轻慕云瑶握紧苏青的手 认真道 夏艳孙如此偏僻 苏家人都能找上门来 更何况这精灵城呢 我知道年轻只是想过安稳的日子 但我向您保证 以后哪怕陷入了苏家 我也定然会好好保护好您 苏青抚了抚她的发丝 傻丫头年轻不是怕自己受伤 而是怕你再重新走上梦中的道路 冰冷的暗芒 她从惊透的双眸中一闪而过 年轻放心 这辈子就算是为了您 我也一定挣个锦绣前程 下一步计划该实行了